俗话说,岁月是把杀猪刀,年龄长了,人也老了,不仅普通人逃不过岁月的搓谋,娱乐圈那些曾经光彩照人的女星们也没能逃过这把杀猪刀。 今天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,这几位容颜变化,巨大的女星,其衰老程度一言难尽。 一、王祖贤,常年隐居的王祖贤,前不久在社交平台分享近照,不经意间引起讨论。 照片中,王祖贤似乎在自家豪宅中,穿着宽松舒适的条纹毛衣,一头乌黑茂密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膀上。 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非常悠闲自在,令人感叹的是,几乎素颜露面的他,皮肤特别白皙,一双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还和从前一样灵动漂亮,令他显得非常年轻,只不过,虽然依然貌美如花,但岁月还是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些痕迹。 照片里他的法令纹相当突出,此外,他的长相和年轻时似乎也不太一样,让人一时有些认不出,而他略显僵硬的面部。 还让不少网友猜测他是不是进行了医美整容,和往常相似,舆论对女神稍显苛刻。 部分大众接受不了美人迟暮,挑剔说王祖贤面容憔悴,连垮到认不出。 但王祖贤已经有56岁了,谁不会老去呢?在研制变化之外,很多人还好奇王祖贤现在生活怎样。 记得早前就有网友提问,王祖贤定居加拿大多年,从事什么工作为生,印象中看到他的相关新闻都是念念佛,逛逛街。 好像不用工作,处于养老退休状态了。 2. 林志玲 林志玲世纪肖强之后,获得台湾第一美人的知名台湾女星。 在结婚之前,林志玲也是公认的动灵女神,年过40岁,身材和脸都保养得十分好,她的脸很自然,气质也很有魅力。 但自从和日本男星黑泽良平结婚之后,林志玲也变脸了。 本来精致的小脸上,苹果肌变得突兀,脸上有明显的肿胀感,眼睛变小,嘴唇变厚。 昔日知性温柔的气质也当然无存了。 也有人表示,林志玲只是发胖了。 其实,从林志玲侧面的造型来看,志玲姐姐并没有很明显的发胖,因为,看她手掌上明显的纤细感,以及侧面也没有明显的发胖痕迹。 不过,脸颊上的苹果肌实在是太明显了,看起来脸上会有些紧绷。 所以,在日常的生活中,一些苹果肌太明显的女性会缺少了一些天然感。 在直播的画面中,这样的感觉更明显。 苹果肌太过于饱满,会显得脸上显得有些僵硬,有点网红脸的感觉,没有了之前天然脸的精致。 而且,志玲姐姐的发际线好像也变高了许多。 额头的刘海做一个八字弧造型,却让发际线变得更高了。 3.肖强 在林志玲被推选为台湾第一美女之前,肖强便是这个称号的拥有者。 她不仅长相十分出众,身材也一点都不输给林志玲,作为90年代台湾第一美女。 肖强的美是明艳动人,涉人心魂的,同时又带着一股我见油帘的气息,因临湿音一角。 肖强被内地观众熟知,从而也被网友誉为带扇子最美的女人。 刚出道时,她的长相清纯美丽,鹅蛋脸,桃花眼,樱桃小嘴,再加上一米七的高挑身材。 放在哪里看都很吸引人,也许是因为受人瞩目的感觉太美好了。 所以上了年纪之后,肖强不能接受容貌变老的事实,虽想靠整容来保持自己的美貌,只可惜最后整容失败。 在她出席的无数次活动中,观众讨论最多的不是她的美,而是她那张下巴快要掉到地上的脸,严重突出的甲体,使肖强的面部开始崩塌。 脸蛋松弛下垮,已不见一丝当年大众女神的模样。 就连和比自己年长15岁的赵雅芝站在一起,也没占任何优势,甚至状态还不如年近70岁的赵雅芝能打。 四,潘影子。 潘影子同样是娱乐圈中公认的动灵女神,她曾是84版《神雕侠侣》中小龙女的扮演者。 这些年演过小龙女的众多明星,除了包子脸和搞笑版的甲铃之外,几乎都是当时娱乐圈颜值最顶尖的女星。 可以说,小龙女就是女星颜值的是金石。 大家可以想象,年轻时的潘影子颜值有多能打。 可惜的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潘影子和关芝林一样都走上了医美的弯路。 然而,岁月绝不会因为你的不服老而稍加留情,在调到极限的滤镜下。 潘影子看起来似乎只有50多岁的年龄,虽然和颜值的巅峰期无法相提并论,但貌似还挺能打。 然而,在关闭顶级滤镜后的生涂中,潘影子还是免不了见光死。 抛开,她脸上糊了几斤粉不弹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潘影子手上的皮肤甘霸紧皱, 趾骨尽险,和寻常70多岁的老人,完全没有丝毫区别。 5.关芝林 曾经被称为香港第一美人的关芝林,拥有与李嘉欣一争高低的美貌。 在歌神张学友的演唱会上,她那倾国倾城的样貌让人惊叹。 甚至张学友还给她留了11分钟读舞的时间,与刘德华更是合作了11次。 出演的电视剧留下众多经典佳人的角色,一颦一笑都是角色,但因出众的美貌, 她的情史也格外混乱,留下许多风流运势的传闻,或许美貌给关芝林带来的加持太大。 因此,她不像林青霞一样选择自然老去,而是想尽各种方法去维持美貌。 依靠依美的关芝林,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, 但出现在荧幕中的脸完全与年轻时候的她大相径庭,微微一笑, 就能看到突兀臃肿的苹果鸡,非常僵硬怪异,与众人合照时,完全没有存在感。 不细看,完全认不出是关芝林,没有一点年轻时的美艳夺目, 看着像发福的阿姨,脸部肿胀感非常强烈。 美人耻目纵然可惜,但这步伐也是一种美丽,像关芝林这样为了不想嫌老太。 把自己脸填充到腹肿,反而没有以前的风华绝代。 6.林凤娇 提起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中国巨星,那一定非成龙莫属。 她不仅被誉为中国功夫喜剧的创始人,并且还让中国功夫传播至全世界。 当然,成龙的事业能如此成功,离不开林凤娇帮忙打理所有的琐事,包括成龙的所有产业。 林凤娇当时还与秦汉、秦祥林、林青霞一起被誉为二秦二林,她的名气热度不言而喻。 刚与成龙恋爱时,林凤娇的名气比成龙大许多,而成龙能拥有那么多的电影资源。 林凤娇有很大的功劳,后来林凤娇怀孕,并与成龙结婚后,她为了孩子以及家庭,才由目前转为幕后,全心全意支持成龙的演艺事业。 不过不妨碍她年轻时曾是台湾大美人的事实,不过可惜的是,林凤娇巅峰期留下的荧幕形象比较少,等她多年后出现在大家面前时,已经是一位普通的奶奶了。 林凤娇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,有种特别的魅力,不过现在她已经66岁了,素颜照真的大不如从前了,看起来很老,看起来气色很暗沉,连皮肤都松弛了很多,气质还真是不如常人,无论她过去多么美丽。 现在也无法抗拒衰老和衰落,她还是要屈服于岁月。 7.田丽 之前,田丽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自己的侧脸照,并配文《面朝大海》照片中。 田丽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,五官立体,耳后还别着一朵开的正盛的花,可以说是人比花娇。 而且已经56岁的她一头肠直发,气质温婉大方,脸上几乎看不到岁月的痕迹。 许多网友都在评论区留言,夸赞田丽如今的状态,直言岁月从不败美人。 但也有网友表示,田丽的脸上虽然没有皱纹,但充气感严重,下巴尖到能戳人,鼻子也十分突出,没有了她之前在影视作品中的风采,反而充斥着一股网红风。 不过从田丽前段时间晒出的照片中看,她的五官和之前相比也没有什么变化。 大眼睛水汪汪的,笑盈盈地看着镜头,这次似乎只是镜头角度的问题。 而近日,田丽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组照片,一张自己的近照以及在医院打点滴的照片。 照片中的她脸色十分憔悴,面目无神,看起来很疲惫,并在照片下面配文,说到自己终于有力气动一动了, 还称人生无常要敢于面对。 粉丝们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情,都很担心,只能在评论区安慰她,祝她早日康复。 曾经风华绝代,已不负此生,花开艳压群芳,花败凌落成泥,自然法则,不管怎样,希望她们以后的人生越来越好。 呢?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